今天是2月29号 难得四年才会遇到一次 跟现在台股的行情一样难得 同时今天对你对我都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今天的节目很重要很重要 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大家好我是李宇凯 今天台友看起来四平八稳 毕竟也涨了一百多点没什么问题 整个盘面看起来欣欣向荣 所以今天非常重要 我要讲台股的机会在哪里 但是我在讲台股机会的时候 同一时间抱歉 这个也是我的工商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字卡 已经3300万了 感谢大家 目前我的业绩 已经接近我在投顾生涯的记录 到昨天为止已经3300万 到昨天为止已经是3300万了 所以在此先带来一首 感恩的心 真的对大家怀抱一个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伴我一生 让我们一起赚到账庭 感恩的心 感谢命运 五啪八啪 我一样会珍惜 好不好 重点是除了感谢大家之外 我们还要一起赚掌庭 五啪八啪也不嫌少 好不好 那3300万其实不是我的生涯新高 接近 接近我的生涯新高 可是其实已经不容易了 因为这个月是二月 交易日只有半个月 以往过年 这个一二月都是淡季 为什么今年可以这么好 我觉得两个原因 两个原因 一来 我们的努力 大家有目共睹 你想 封关日 过年前封关日 当天是礼拜一 封关日在礼拜一 是正常来讲 大家老早在前一个 礼拜五就提早休假了 对不对 你去看一下当天 多少分析师请假 对吧 但是 我坚持在这里 陪大家赚到最后一刻 二月十七号 补班日 我有沒有来加班 上个礼拜六 有没有来加班 昨天二二八假期 我有没有来加班 我的努力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第二个原因 最现实的 绩效嘛 绩效嘛 努力是成功的先决条件 但是努力不一定会成功 因为成功除了努力之外 还有非常多的要素 专业知识 操盘能力 判断力 影响力 那话说回来 为什么在这三天的假日 不用上班 我却要加班 因为我知道 这个时间点很重要 每天都是钱 二月十七号 补班日 我为什么加班 我还给你拍了这个影片 对不对 为什么要加班 拍这支影片为什么 为了告诉你 建通要发动了 请你要赶快卡位 当天我就为了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提醒你 不要因为好天气 跑出去玩 建通要发动了 你要赶快卡位 对不对 帮大家继续跳出 更强的股票 建通 声势 对不对 果然 话财讲完 来 我们在这一天拍影片 话财讲完之后 涨停板 涨停板 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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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天都还在创新高 二月二十四号 上周六 元宵节 为什么要加班 因为我二月二十二号 也就是上个礼拜四 我说呢 建通要接棒了 建通第二来了 道明寺不举来了 来你看一下 这一天的节目是 二月二十二号 上周四 话财说完 礼拜五 不得了 马上涨停板 马上涨停板 这表示 只要我登高一呼 股价就发动了嘛 所以礼拜六 我当然很紧张 赶快加班 上礼拜五我加班 拍了什么 既然叫道明寺 对 就拍了这支影片 拍了这支 尺度如此之高的影片 陪你去看流星雨 对不对 没办法 因为礼拜五 马上就亮灯掌停板了 只好陪你来唱流星雨 对 只好让你知道 幸福的地方 是在街头里 我要让你看见 幸福的所在 只要能够赚钱 哪里都是幸福的所在 而且当时才第一支涨停板 你还来得及呀 我一再强调 你还来得及呀 结果你看 当时你不理我 到这个礼拜 礼拜一 对不对 周五涨停之后 礼拜一再涨停 到礼拜二 礼拜五涨停 礼拜一涨停 礼拜二 差点又要涨停 我不加班行吗 你动作不快点行吗 两档股票 至少四到五支涨停板 公开摆在你眼前 所以我的会员会不会多 会员加入之后 有赚到钱会不会再续约 所以因为努力加实力 成就这3300万 我告诉你 第一季 我还要挑战一个记录 我要挑战 最多涨停板的人生记录 同时我也希望 今天我除了可以挑战 我投顾生涨业绩的最高记录之外 我也要挑战我们这涨停板的记录 所以我们这个现实专案 229现实专案 说现实就现实 没办法 因为会计四点半就要结账了 就要结二月的账 所以我这个专案 下午四点钟就截止 我就只冲这个月 记录就是这个样子 璀璨一时辉煌一时 我希望我们一起共创双赢 我在我业绩创新高的同时 我也要带领你 你也要创造你人生当中 涨停板次数的新高 就从渐通第三这张股票开始 你只要今天加入我的团队 明天渐通第三 我直接带你买进 所以这个现实专案 对你对我都很重要 对我来说 会计结账在倒数 对你来说 赚钱的机会也在倒数 现在市场上真的有太多 太多的机会了 行情就是这么好 好不好 所以等一下下半段 我会跟你继续分享 很多新的机会 另外 渐通第三 重点 渐通第三 虽然我到今天还不会公开 可是下半段 我会给你线索 等等回来继续分享 下半段开始 我们先来看渐通 好今天创新高 对大涨创高 非常漂亮 到今天为止 来看一下今天盘中 我发的讯息 10点30分 狂赫渐通又涨了 又创新高了 我们的获利已经直逼40% 直逼四成了 重点来了 上个礼拜我说过 三周之内 渐通会出现第二波的攻击 三周之内会出现第二波的攻击 第一波我喊出来了嘛 第二波呢 对不对 但是第二波攻击也有个前提 它是这种一路往上攻 对不对 一路创高创高创高这种往上攻 还是先杀再拉 这就差很多了 对不对 是一路往上攻击 还是先杀再拉 因为两种走势 两种走势 会有截然不同的操作策略 你如果一路往上攻 当然就是加码 对不对 往上涨就加码加码加码 对不对 如果是先杀再拉呢 那当然 如果今天它是要走到 先杀再拉 我当然逢高先获利出场 杀低再买回来 对吧 所以截然不同的两种做法 因此今天 今天我们针对建通 是有动作的 但是我不能跟你讲得那么清楚 来看一下 2460建通明天有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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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 建通对今年的营收展望 将比先前市场的预期 在这样这样这样 因此请在多少元以下 这样这样这样 是买进 卖出 获利了结 还是加码 还是怎么样 明天到底有什么 不管好不好 这个盖起来的地方 到底是什么 完全看不出来 可是至少你可以明确知道 好像明天有个 很重要的大事件 明天好像有个 对建通来说 很重要的大事件 那特别的是 跟营收展望 跟市场预期有关 所以要进行一些调整 这个是大条的啊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团队成员 也许你刚好忙 没有看到我的讯息 或者说你忙 今天忘记动作的 好不好 忘记动作的 明天请你记得 因为明天有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明天请你记得 一定要按照我的指示动作 好不好 看看你的手机 我今天传给你什么讯息 买进卖出 还是怎么样 好不好 建通的讯息非常重要 明天 请你一定要照 我的指示动作 好吗 好不好 建通我已经提醒你了 再来 永威投控 不得了 天天创 几乎天天涨 天天在创新高 今天又大涨7% 我真的觉得 我本来推荐 这档股票给你 我是认为它足够稳健 今年至少赚6块嘛 稳健股 结果呢 变标股 对 涨停满也有它的事 涨7%也有它的事 那永威投控的操作逻辑 很简单 像这种控股公司 原则上啦 你只要本益比 在10倍以下都安全 那我就讲了 它今年至少赚6块嘛 至少赚6块 本益比10倍以下都安全 那你自己就衡量了 好 我不用讲得太白了吧 好不好 道中控 今天同样大涨 创新高 来 过年前的黄金右脚概念股 什么叫黄金右脚概念股 WD有看过吧 WD懂吧 技术分析看那么多 对不对 这个叫WD嘛 对吧 可是过年前是涨这样吗 No哦 过年前是涨这样哦 我在这个地方 黄金右脚的地方提醒你啊 这种股票最适合 买来报过年 买在这里 买完 报过年 漂亮漂亮 年前到年后 今天创新高 这样也差不多三只涨停摆 也快30% 轻松吧 重点是买在这边风险多低 对不对 那散热 今天是往上涨 应该讲 整个AI族群 今天都有反弹 对啊 都有反弹 因为本来礼拜二就是错杀嘛 本来礼拜二就是错杀嘛 今天上来 这个是实打实的往上涨 带动基本面的往上涨 我在礼拜二的时候 我是告诉你 以散热族群来讲 老二双红 先涨没关系 是不是以为我要讲张话 没有好不好 散热的老二双红 先喷出先创新高 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确定老大没问题 老大就会跟着涨 老大是谁 就是我们的棋红 对不对 自然会跟上 今天是不是果然 涨了也差不多半根停满左右 那如果老二继续冲呢 今天还是老二比较强嘛 礼拜又创新高 今天又创新高嘛 老二继续强呢 老大还是谁跟上的 好不好 那折叠基也很不错 折叠基 来富士达 今天也是收个小红 等这个 他创新高之后啦 我再来分享目标价 这个目标价 同样我们要用 本益比的概念来抓 而且是明年的本益比 好不好 现在689 前高749 等创高之后 我们来分享目标价 星星 今天表现也不错 对不对 这一档叫做最被低估的折叠基概念股 为什么 因为现在 华为 那些 中国大陆的手机品牌卖到下下叫嘛 那星日新呢 它的定调是什么 平盖 可是iPhone会不会Delay 可是这个iPad 什么时候会出也不知道 所以现阶段来讲最被低估 相对来说 它也是现在的机会 弹性空间最大的 那再来 市电 今天上涨 9个百分点 这算强 上个礼拜我们在讲重电这个族群的时候 我说告诉你 高档不要买 华城缓一缓吧 买第一位接着市电吧 可是当然啦 今天 比较强的还是在中兴电 因为中兴电是涨停创新高 显然更强一些 可是没关系 买谁都能赚 只要你不是买到 华城就好了 华城今天反而是没创高的 而且前面两天它都是修正的 那很明显的 市电也比它强 中兴电也比它强 买谁都可以 那当然我们不是说华城不好 只是说我们就位接的角度来看 确实真的比较高 对吧 华城500多块 500多块 可是中兴电呢 今天涨停也才170 市电呢 今天涨停也才187 所以反而机会会落在这些 100多块的股票 包括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亚力 你看看今天涨停板 创新高 也才刚好100元整 相对这种低位阶的股票 反而会有更大的机会 好 南俊 今天创新高 对不对 今天190了 原则上这个到二字头就妥妥的啦 到二字头没什么问题 好不好 那 来解 这一段我要特别说一下 因为它是在礼拜一亮灯涨停板 礼拜二创高拉回 今天继续拉回 那这股票 我特别要说 在3月5号 你去查一下 3月5号它的法说会 法说的内容 就我所得知 应该还不错 应该是还不错 那正好逢一个拉回 你会发现 就拉回又怎么样 第一个 它位阶本来就偏低 对不对 你以前高360一来看 这边都叫做打底啊 然后以近期的这个走势来看 你有没有发现 它还是处于一个 整理区间嘛 突破失败回到整理区间 位阶还是低 对不对 既然我们能够预先得知 这个法说内容 应该会讲得还不错 那拉回反而都是机会 好不好 这跟大家分享 那么讲一讲新的股票 义琪 应该是念义琪吧 今天涨领满创新高 这张股票你可以注意 这个叫军工的IP股 军工的IP股 今年获利呢 这个法人圈是抓10块钱 10块钱 那以军工股来讲 这个弹性是可以很高的 如果今年赚10块 现在多少 才10.6倍的本益比 股价还算超级便宜 今年赚10块的话 106元股价还叫做超级便宜 建策又创新高了 今天938了 提醒过非常多次 铁支撑在哪里 过年前交过几百次 铁支撑700块 700元 好多天好多天好多天 让你买不是吗 到今天呢 738 一张赚238元 238000块 一张 10张呢 238万 包括联发科 也是一样啊 去年教你 八百铁支撑 创高拉回之后呢 879那天 879那天 你继续回顾一下 1月17号我的节目 我都暗示你 加码点到了 前几天我就跟你预热了 破底日赶跟你讲 要加码的哦 这么有Guds的分析师哦 那你看看今天 创收盘价新高 礼拜二来到1160 当天879最低点 就暗示你要加码 到现在至少赚28万 一张28万 一张28万啦 光是联发科买一张 建策买一张 50万就落袋了 钱不就这样赚吗 两位注意好不好 今天也是涨停创金高 可是碰到百元关卡 会不会静观情缺呢 好我跟你讲 这张股票确实很强 因为它有题材 它有接到AI限材的订单 EPS都开得出来 今年的获利是开得出来的 8到10元的EPS 基本上没有问题 可是短线太猛了 对不对 汉地八冲60几块 涨到快100块 而且你没有发现 最近很多分析师 都在追高这张股票 都在追高这张股票 所以这张股票反而要等 等什么 张清芳说的激情过后 在激情过后 等激情过后 等它拉回再买 最后 最重要来的是一件事情 什么是 昨天我特地加班 昨天又加班 228又加班 网友怀疑我在吹牛 哪有可能天天都加班的 所以我昨天 大概8点钟左右 我拍了一个这样的影片 我拿Google 我拿电脑给你看 中原标准时间 2月28号晚上7点52分 这你还有什么话说 对 在我们公司门口 摩尔证券投资顾问 管用员公司 对了吧 我跟你讲 你千万不要质疑我 会质疑我的 表示你不够了解我 更暴露了 你也不够了解 现在行情 有多么的精彩 真的叫一个日进斗金 每天都重要 我当然要加班 建通我就不讲了 对 两个礼拜将近四支涨零板 道明事不举呢 至少三支涨零板 那昨天 昨天我才讲 我说我今天要买 买什么 我要买建通第三 我才说我要买建通第三 网路上顿时炸开了锅 来你看一下 你们看到 昨天2月27号 礼拜2月27号 林玉凯分析师的建通三 哪一支股票 有人解答出来了吗 这是什么 1.0K是什么 一千多个人 全市场都在聚焦我的新股票 已经有千人迫切想知道 而且这个数字 正在快速上升当中 我才讲了一个建通第三 网路上就爆了 只爆了 而且光是这一个 这一个股票讨论板 就有超过一千个人想知道 谁是建通第三 那更何况其他 PTT呢 其他LINE的LINE群呢 高手讨论区呢 股票讨论板呢 其他有的没的APP呢 放眼全市场 谁有这样的影响力 所以当大家都猜到 建通第三的时候 法人买盘会不会来 业内主力大户买盘会不会来 散户买盘会不会来 大家都知道说 我话最煎当 建通行完喷 道明师行完喷 买盘不会来吧 不就一堆人帮我们抬轿了吗 好 精彩的来了 精彩的来了 我们今天 买进了这个建通第三 有没有什么提示 有没有什么线索呢 有 但是我们今天先给一半 来 建通第三我把它取名叫做 练家子 好不好 史书有练过的 练什么呢 不管好不好 先给一半 首先 接货 谁谁谁的订单呢 好不好 他接货的是某 国际大厂的订单 这家大厂你一定听过 甚至你一定看过 去年前三季 EPS 不足多少元 我把它盖掉 这个 讲不足 显然就是不好 对不对 我在这边 你不到这边 显然是不好的 但是 今年营收 至少成长三成 好像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重点是 成长不是说说的 因为一月的营收 先创历史新高给你看 是不是又是一档漂亮的转机股 是不是又是一档 财报空窗期 但是我给你亏转赢 想象空间的股票 亲爱的 你不要忘记哦 来看一下 神盾今天还在创新高哦 他不就是先亏十季 然后告诉你 他会亏转赢吗 利台间更扯 盘中还涨停 今天也创新高哦 他不就是先亏了六季 然后告诉你 他会亏转赢吗 这些股票都还在喷发 包含建通也是啊 建通都还在大涨创新高啊 亏转赢啊 那你觉得 这种类型的股票都还在涨 这一档恋家子 股价会寂寞吗 你不要埋怨说 我没有给你太多的线索 我讲真的 我给你越少 对你越好 我给的越少 对于你们这些还没有买进的人 才有意义 万一我是直接开牌呢 我直接开牌 明天直接涨停怎么办 我如果直接告诉你说 他就是拿档股票 明天市场买盘一追捧 明天直接涨停板 你怎么买 对吧 所以我今天讲的越少越好 可是你放心 明天 我会把这个 这两张蓝色的便利贴 好不好 全部都揭开 我的期望是什么 下个礼拜开始喷 下个礼拜开始喷 所以明天你还来得及 今天你只要加入 我的这个229现实专案 明天 我手把手的带你买进 可是注意 好不好 特别注意一件事情 这一个专案 四点钟准时截止 对我来讲 我希望我二月份的业绩 现在已经3300万了嘛 我希望二月份 这个小月业绩 可以再创我人生的新高 会计四点半结账 所以我的专案 四点钟截止 那对你来说呢 你的意义是什么 你今天不加入我 明天你不买进 很有可能 他下个礼拜就跟 建通一样 跟道明寺一样 直接先拉两只涨停 那你怎么办 如果他真的跟建通一样 跟道明寺一样 直接周一周二 直接拉两只涨停 你怎么办 你明天不买来不及 我是认真的 所以我再次强调 标股从来不会为了任何人停下脚步 机会从来也不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机会是留给 勇于把机会掌握下来的人 好吗 因此现在开始 这倒数的两点半 一个半小时 非常非常重要 有没有听到这个 滴答滴答的声音 滴答滴答 这是时钟的声音 倒数即时的声音 但滴答滴答慢慢转换了 转换成哐哐哐哐 这什么声音 哐哐哐哐 钱的声音 获利的声音 当当当 涨停板的声音 好不好 练加值 这张股票 叔叔有练过的 练什么 练的就是涨停板 明天 好不好 现实专案 明天带你买进 现实专案 最后90分钟 进行把握 现在我们 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3300万 即将要缔造 人生的新高了 但是我希望 我也能够 手把手的带领你 创造涨停板的人生新高 229 现实专案 下午4点钟截止 欢迎透过我的like 小老鼠 WN16888 或者透过我们 0800专件 直接拨打电话 接下来 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